大家好,欢迎收听到《望向发布》 今天六节目是2019年11月2日,这里有我在纽西兰的易得投影,另外在澳洲真BC 你好 马来西兰 大家好 台湾许刘先生 大家好 还有在加拿大加产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最好分享给朋友,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壮大我们中立模式,不枉不立的力量 模式力量 还有宣扬李星星 好,这一节我们回来就说说外丁堡那边发生什么事 是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 叫做不停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大家有没有听过的话呢? 是2019年新的 就叫做不停芒果言,吃亏在眼前 我们今早已经是语众心祥 台仰,马来近,还有加拿产生 都录了一节 都说得叫做水炮车ready 如果你ready,都要去爱丁堡参与这场大龙奉 我们可以怎么形容它呢? 怎么形容它呢? 出事之后应该怎么形容 你刚才说得对了 不停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就是有个老人 那些话是不可以听的 就叫超一元先生 那位老人就不用听了 你听了跟相反 你应该听他的反变 没错了,陈加盟 那去爱丁堡广场 又好像捉了一批看伤 不是爱丁堡,在铜锣湾 在铜锣湾 对 其实我也说到水炮车ready 然后警方都跟你说 你们不要飞飞集会 水炮车会来的 从此我觉得今天之后 爱丁堡广场应该改名 叫做爱丁堡战场会似的 是不是 战场就有这个 叫什么 战夫 还有一些就是 那些什么 就是叫做 战将 和死丝鞋 那是没有的 香港肯定没有 但是就什么都看到 有一些比较乱口的 又做了别人的 做了别人的事又如何 真的有点心痛 那些人你可以说他按摩 但是 我只想问句话 为什么煽动他们的人 一个都没抓 抓了这些 叫做 傻 夸夸的人 差点说 最惨的 有些十三四岁被人抓 刚才我看 港台新闻 有几个 那个样子应该 十八九岁 好微好 就是 那个样子 微目清瘦 微目清瘦的 都被人抓 那 就 那 因为他们为什么呢 就拿这个叫做 和理飞来包装 那 今天呢 就叫和理摘 摘紫壳 又不知道向哪里有些祝福 那在遮打法院里呢 一开波的时候 三点 下午三点左右 大人小孩一起摘紫壳 但是呢 摘紫壳 只不过一个幻象 吃口而已 对了 但是原来外面那里呢 近着苏谷 和希臣那里附近呢 已经是大批的人呢 是集合了 要向苏谷出发了 那么去到俄颈桥附近呢 已经开始发放催泪弹了 我出来 咦 为什么围园那么多烟 原来是催泪弹来的 那再下去了 已经是那些黑衣人 如果大家有去过围园踢球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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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再去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了龙门的 因为被那帮暴徒 搬走 搬走龙门 做路障 但是搬得很好笑 真的好像网着了自己 因为龙门是个网 半天吊吊吊吊吊吊 这帮人 这帮人 对了 然后摁中捉灭 哇 然后去到这个 我们说过了 水炮车是ready的 已经去到苏谷的时候 已经是准备好了 然后我看到画面充满着喜感 他们那帮谋理 我都称这帮谋理 要做一个区议会选举候选型的迷理集会 为什么叫迷理集会 不像当年旺角苏联的 黄台阳和梁千奇那一宗 又是什么什么集会 哦 这次他们採取了另一个方法 又不会叫货车来 又不会跳上货车 因为维园里面 不可以整个货车洗进去 所以没有货车 然后挺好笑 充满着喜感 一个叫陈振哲的议员 我不知道这个是议员还是哪位 参选还是议员 一个本头灰发的阿伯 然后有条件被防务队 那个是 那个阿伯是说做殯儀的 如果大家记得 我记得 他在机场那里 有个阿伯是不停地做调停的 那些人问他是什么 他就说他曾经在几宗那里出过来 骂过放暴警 就是被警察点了照的了 我差点以为已经 穿得整个人是老西那样的嘛 黑色胎白色衣服 他是不是做完发事呢 他是这个 应该穿长衫的 不是 现在那些 是俗称大酒店的嘛 是吧 你们香港人叫那家 是 那大酒店 穿穿穿 是应该的 就是代表一种尊重 其实这位 殯儀从业者 后来被人揭发了 其实他就是 好像都是 某些泛民组织的外围 又说自己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又说到 我就知道你们怎么怎么怎么 你们不适合 你们警察不适合 最后又发现了 不好意思了 又要准备参选了 大暴驱 他这样 左右两个防部队 都戴着面具 捉住他 一念忘言 这里起码有5000票 是吧 他防部队大约在三点多钟 就 就 就冲了进去维园 射吹泪烟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集会结束了没有 不过他没有说去维园 叫他们进去维园 大家在对峙的时候 三点多钟 又是朱凯迪 朱凯迪突然叫大家去维园 就冲了进去维园 就冲了进去维园 但是他没有进去 他没事 他没事 这么搞笑 蓝西呢 还是叫人去吃牛丸 我们吃牛丸 不知道蓝西 他抓了个姓恩 总之又是朱凯迪 大大声叫人去维园 豉油店的人离开遮打花圆 去维园想来个大集会 他又想搞事 结果就被防部警说你是非法 什么 就冲了去维园 我还看到一个候选人都被人捉了 那个候选人好像是 那时候被朱sir打到背脊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不要说他的名字 他都出来选 先说一下 我们要根据这个 刚才我们提过一个 陈振哲的 我们要先说一下 陈振哲是 区议会是大埔林川谷 选区候选人同一区候选人为陈道良 对了 就是这样了 规举你 你说陈振 我还以为陈振 我还以为陈振 还没放 哦 这样 还有他们去到维园的时候 警察都跟他们说 你们返回维园 不要搞搞震 看到他们 又说他们违反禁盟免法的第三条 有些狗巴司机 在巴士里隔着头 蒙面狗巴司机 蒙着面来炸巴士 五大数砍 他一发行 在场的市民就欢呼 再下去 我突然想起一些东西 有条名单叫 输了又特拉的名单位 炸巴士去接应 是吗 整个狗巴士都放下去 因为输了被人拉 输了 输了 这次真是 那个欺慎那里拉到四点的时候 哇很厉害 已经又不停地射 要射催泪弹 水炮车和装甲车都已经到场了 这个叫做陈振 甚至那个打背脊 朱sir打背脊 那个叫做郑仲恒 已经是两个被捕 被扣上这个锁带 戴上警车 这些 不好意思 我也要说 因为规矩要说 郑仲恒是区议会沙田居泰 在安选局里面 和居候选人有招文亮和汤纸配 是 哦 哇 他们再杀下去 已经去到挽仔了 再远一点 已经差不多 现在他们已经去到IFC了 就去到这个 这个 5点的时候 警方就跟你说 哇 根据公安条例 就要求你们提早结束这个集会 这些人已经离谱了 因为集会 已经在这搞事了 那些人还说不满 在那高叫 香港人 反抗 你们反抗了很久了 3点多已经开始反抗了 是不是 这帮人在垂死挣扎 我想 也是那句 选举近调 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们补充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知道 那些人是穿了一件 有他的名字的衣服 是不是 为什么穿了一件 有他的名字的衣服 我想问一下 目的何在呢 有宣传 有宣传 没错了 就是人家知道他是什么 所以 到时 请求我一屁 我是 意思 我是 天使 不是天使务 我想 就是 我想说 就是 这些人 十年之后 想一想 会是怎么 可能 都是做了一场傻事 那 今次区议会选举 被他们赢了 就是几年的光景 那 几年之后 也不知道怎么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次如果赢了 香港可能会更加 就是叫做沉沦 认住这些人 你看到这些 那些区议员呢 准区议员的候选人 多黑暴 这些这样的暴动呢 又要穿着她的背心 又要被警察抓 又要被人拍到上镜 就是为了拍她的名字 选举经费 选举经费 都应该不会有 这些不需要选举经费 是吧 出不了数 总可以省了一点 是吧 真的 这个选举的宣传手法 这个宣传的手法 是吧 是 还有 就是 听佳先生刚才说 好像 她的选区和 示威的地方好像都颇远的 是吧 是啊 林川许院树和这个爱丁堡广场 哇 差很远 是吧 那他们说今天 是啊 他说求援国际 要坚守自治 他们原本的理念 就是希望全港和理非表态 但是为什么你搞成这样 就是 你不要说警察濫捕 什么的 其实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 是吧 不如 太阳说一下 你觉得自己搞出来 他们自己就是 就是 特地製造了一个新闻出来 那 他是为了选举的 就是 最后目标 都是为了选举而服务 那么 新闻 最好越严重 越开心 他们认为 才有效果 所以 他 明知那里不是 他们的选区 都走过去那边 搞搞阵 又说好像朱凯迪 那样 叫人进去 违宽子 又不进去 违宽子 就搞到一塌糊涂了 要搞到警察 发射吹雷弹 进去驱散人群 但是呢 製造了一单 一单新闻 把自己的名字都放进去 又得到这个免费的宣传效果 整件事都为宣传 特意是引警察去射吹雷弹 其实我看到很多蝗蝗的宣传手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激怒 或者特意是将一些 以前我都说过 我们都说过 将一些祸事 还有将那些 防暴和吹雷弹 引入一些 叫做居民区 等造成功愤之后 就全部门头指向警察 这就是他们的 叫做什么 阴毒招数 我们还要看清楚一点 大概 今天的下午 5点40分左右 这班暴徒 去到这个叫做 近住湾仔 消防局附近 扔了最少10个汽油弹 出来 他们所谓叫做还击 幸虽没有烧到警员 相当之幸虽 喂 你有没有见过 和理非你带些汽油弹去做什么 它再 inside 煮煮后 西水 油多 还有蛋挞 蛋挞 走在附近里吃 都 Mer dai 真的少了 我想问一下 其实区议员会不要 comparison 带人们去烧烤 اص裂 不然 对 他们正在 turkey 去除射 就不行 不用了 木靠叉花在附近,去吃吧,找老赵去吃吧 还有,你来摺紫壳有什么和理非之类的 那为什么会有汽油弹呢?突然会有的 你不要跟我说,因为要对抗警暴 就趕快去五金店买汽油,然后趕快弄 没理由,你自己不冲出马路,又怎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很明显是你自己自找的 他们和你飞汽油弹出来,他们是这样说的 还有,他们今天还说这个叫什么? 人权民主和理星,SING星 他们好像一首歌都没有唱到 不,他们好像在其他地方唱歌,有些人被抓了 不过这个是其他地方的事 大家有听我们今天那节叫做水炮车Ready那节 就是B那节,今天B那节 都说过了,17个国家46个城市同步举行集会声援香港 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城市看到香港的人是这样的话 麻烦你请尽快和香港暴徒割席 对吧 对吧 直接,其实他们在... 刚才我们说过他们在铜锣湾 入了卫院之后还要挥英国旗 不停地挥 英国人都已经开声说明了,stop the riot,stop the violence 叫你们不要,你们还扔汽油弹? 我们昨天做了一节也有说过,英国对香港的半年报告都已经说了 英国人已经跟你割了席,但你们不听,你们还要扔汽油弹 朱海迪更加可乎,叫人进维园做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好像设定了一个阻碍给示威者 结果现在自己就着草走了 他说洗头嘛 真是,洗头是他们的什么? 陈芳安生也是要出发的 他老板洗头洗了这帮人去 这件事基本上是... 如果他们很好地说要做个集会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突然间就把它变调,又变成暴力抗争 结果又连累了一大群无辜的市民 还有被你老点的小孩出来 其实都之前... 我之前说过类似的观点 有没有见过这么多年的六四集会会搞成这样 六四很多人在这集会的,那不是和平散开 都很多东西说的,有唱歌,差点没接纸 可能接完保 都有人接的,我看到很多人接的 那起码很多次的集会都不会这样 以前香港七一游行等等 都不会之后有这些刑火会派对 这些暴力事件出现的 包括你何和王之锋当年的国教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整班人都是... 整班人基本上是搞祸了一件事 我想说得不好些 都不知道六四集会下年还有没有 被他们这样搞下去 他们会自己照... 应该都会照有的 他一定会有的,嘉賊你想想 这个这么好的借口对于他们来说 又赚钱,又可以拿到自己的政治能量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的 但是政府会不会批你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 可能更好,可能更差 但是我觉得 所以来说 这班人都是... 都是会抽这张水的了 但是又会变调了 唉 这次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说一些厉害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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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